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季生满航的渡远龙秀 我是你们百物是 Eze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 Simon 那今天呢 想必大家应该很多人会讲什么 诶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应该要知道我在想什么 诶 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为什么不能够理解我在想什么 有没有 Simon 师傅有一个吗 有 所以咧 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 这个心态上面 每一次啊 通常啦 就是会有一个吵架在 为什么 就是吵架就是有什么 它这个有因果在的 你知道吗 就是在 每一个人之间啊 都有这个福报跟因果的变现 然后呢 每一个人的 世界 我们所谓的这个世界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分享 没有任何的 两个人 是有同一个世界这一说 所以咧 如果世界上 诶 我们世界上有几个人 几十亿 几十亿人 那几十亿人就等于有几十亿个小世界 对不对 那个小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每一个人内心不同 ok 所以可能啊 今天 ok 比如说 Simon 师傅跟我的性格 可能我们比较性格比较合 但是咧 性格比较合也是有一些 可能会吵啊 闹的地方 或者是甚至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啊 兄弟姐妹啊 或者亲戚之类 或者朋友都好 哦 你的性格很好 性格很好 闺蜜啊 之类对不对 但是咧 你就是 他就是有一个时间 就是 为什么你不明白我 这样子一个概念 其实我也觉得 不只是男女朋友 嗯 老公老婆啊 爸爸妈妈 对 全部的关系 只要是人吧 对 只要是人 他们会觉得 诶 这么你不 不会想我想的一样的东西 对啊 或者你不了解我 或者这么我觉得我不了解你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咧 为什么会有这个不理解 不了解的咧 所以首先你们要去理清一个东西 就是讲 比如说 ok 我们打一个比方 ok 比如说Simon 师傅是一个男生 我是一个女生 我们就是假装一个情侣 这样子 然后呢 现在呢 我呢 就是 就是 跟他吵架的对了 诶 为什么你不理解我呢 你在这个感情里面 为什么你不能够理解我一点呢 为什么你不明白我的感受 你懂我在想什么的吗 为什么你不懂我要吃什么呢 那我呢 你知道你要吃什么呢 我已经 给你知道了 那你要吃什么 你觉得呢 你猜看我要吃什么 我 那有这样的时间去猜 这样你不够了解我了 这样是火锅吗 不是 这样是什么 我觉得我要吃火锅啊 我不想吃 那是我要啊 为什么你不能够想要我要吃火锅呢 这样你吃吃吗 这样你呢 我自己吃 这样吵架啊 不爽啊 吵架啊 没关系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很好笑 有在你们旁观走 就是你们在旁边看的朋友们 是不是 你们会觉得 哎 很好笑这样子 哎 怎么这两个人这样搞笑的 要吃就去吃啦 怎么这样子要吵 所以的话呢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在当下的时候你们在吵的时候啊 你们是不明白的 但是啊 通常啊就是没有两个人的世界是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不同的世界 所以比如说今天我是喜欢吃火锅 他可能是喜欢吃烧烤 但是我为了要觉得他也要跟我一样 哎 你应该要喜欢吃烧烤啊 因为 哎不是 你应该要喜欢吃火锅不是烧烤啊 因为我喜欢吃火锅啊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自私一点 对 所以咧 你有这个心念 你觉得人家需要跟你一样的意见的时候 所以有些人会很自私的 哎 怎么你们去这间店没有去那间店 然后过后就吵架啊 莫名其妙 然后就把朋友全部都弄散掉 对不对 或者是有那种感觉不合群 那如果你不合群 你不想要跟他们去 你就自己一个人去嘛 对不对 那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如果是讲你因为 要人家去跟着你的行程的话 这样子你就很自私了 对不对 可能就是那个人就觉得 哎这个选择是比较好 对 然后因为这个选择为他自己好 他也觉得这个选择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不代表别人 没有想到别人感受 所以他就会觉得哎 这么你不要选这个选择 因为这个选择是最好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哎 别人觉得不是最好 其他世界啦 因为他在他的自己的世界 他会觉得可能烧烤好够火锅 对 所以的话有时候啊 尤其是啊 遇到就是在父母面前 就有时候妈妈跟女儿 或者妈妈跟儿子熟啊 吵架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活在你自己的世界啦 阿哥 你不要一直活在你的世界啦 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围着你自己的手机转啦 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叛逆期 有没有 所以这种阿哥阿波咧 每天都被妈妈骂 然后这个阿哥阿波咧就去怪妈妈 你都不理解我的啦 你都是这样子老人思想的啦 什么都要骂妈妈啦 跟你讲这样多也没有用 然后那个妈妈就觉得 你这个小孩子啊 真的啊 一直很叛逆啊 我怎样教你 怎样栽培你都栽培不好 一直教你一直教你 怎么你教不明白啊 所以叻 这个妈妈 选择 我相信觉得他的儿子女儿需要跟他想的一样 然后去做他想到的东西 那这个女儿跟儿子呢 就觉得你应该要理解我 我不喜欢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我一起去做 那这个就吵架了 这就是觉得 妈妈会觉得这个选择比较好 对 然后希望这个选择 放在儿子或者女儿身上 对 然后没有想到 诶 可能儿子女儿觉得 这个选择给你是好 但是给我 给他们有压力这样子叻 是不是 所以要这个东西的话 你们要去 首先 我们要先去 接受 放下 什么叫接受放下 你先想 突然间接受放下 突然间佛光了一下 吓死去 莫名其妙 所以怎样接受放下叻 接受放下就是讲 你要先接受 每一个人的世界是不同的 世界观 三观 所有的想法 道德观 价值观 所有东西 连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 口味都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先接受 没有两个人的世界是同样的 对 这样子 这个是第一点 首先你要接受 然后就放下 OK 这样子 你有你的想法 我也有我的想法 那我有我的选择 你也有你的选择 那如果你想要这样做 是你也是我想要这样做 又是我的事情 对不对 那你就放下了嘛 放下这个执着 不要硬硬 觉得人家应该听你的 这个就是放下你的执着 再来的话 就是你要去不要去控制别人 你知道吧 就是有些人啊 你们有看到啊 就很像 呃 我们来说 可能同事都好了 所以可能今天同事啊 你跟他讲话啊 可能你今天带一个 呃 奶茶给他 然后他就讲 我要那一间呢 为什么你 买这一间的给我 但是呢 你们全部都已经讲好了 我们今天喝这间 然后呢 他觉得你买了这个奶茶给他 他不喜欢 他反而讲 为什么你没有去到另外一间 去买那一杯给他 因为 嗯 通常啦 啊 你继续讲 你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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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你讲 OK 然后呢 就是 呃 OK 比如说这个奶茶 OK 今天啊 全部哦 10个人 20个人在公司 全部要喝A奶茶 那个人就那一个 一个老鼠屎 他就是要去喝B奶茶 然后呢 我们已经买完了 还买了一杯给他 突然间他就讲 你这些坏人 你们全部联合起来欺负我 为什么没有去买那个B奶茶给我 我已经讲了 我只喝B奶茶 然后全部人就 蛤 蛤 然后全部人的脑叻 就会想到 这个人就是 Karen 对 Karen 你们有听过Karen吗 Karen Karen在华语怎样讲 Karen就是那种 很 鸡婆的 不是鸡婆 就是世界为他转就对了 那你想到这个 突然间 给我想到这个Karen 然后我也是有在 这个TikTok看到 嗯 OK 这个TikTok 这个男的呢 他去KFC买东西 然后在他车上吃KFC吃肉 对 哦 突然间来一个 突然间来一个Karen 对吗 他讲 你这么吃肉 你不应该吃肉 因为这个吃肉是杀生什么 他自己是吃素的 对 然后在KFC旁边等着骂 然后那个人就说 我这里在我的车吃肉 关你什么事情 有病 关你什么事 他讲 关我很多事啊 这个世界应该吃素啊 这么你要去杀生 那个鸡很可怜什么什么 这样子啊 吃在多数也没有什么用啦 对 没有那个功德 所以这个就是Karen 所以那个女生呢 就觉得 诶 你应该跟我的想法一样 在这个世界 但是他没有想到 诶 这个人 为什么要跟你一样 对啊 他吃鸡肉 然后在他的车也没有弄到你 这也不是很自私 没有弄到你 还不用紧 那个女生还跑到他的车门前面 直接跟他手 还敲 因为重点是很奇怪哦 他吃素为什么出现在KFC旁边 就是在那边蹲对不对 他就是故意在那边蹲 看到有人直接骂 对 就是 这种人就是没有同理心啊 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没有同理心 就这样有一次来 是一个发生在KFC 然后呢 他是order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餐食啦 就可能他order了可能 一整家人的整个派对的食物这样 可能十人份 但是呢 后面就有一个男生呢 他是一个人来的 就是刚刚下完吧 他就买了一个burger 这样就要走了 然后啊 那个人啊 拿了burger给那个人啊 那个做工在KFC的人 直接给他 骂到 那个女生就一直骂骂骂骂 鼠咒他全家 就一直骂他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是我先来 为什么你先给他一个burger 我就 中海江的冷呢 中海江的冷 就这样子 虽然有时候啊 这个世界啊 不是围着你绕的 知道吗 不是围着你绕 不管是讲你是 可能上司下属 或者是同事 或者是情侣 或者是家人 兄弟姐妹 朋友 或者甚至是说你是顾客 跟创业者之类 这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什么都好了 反正所有的人系关系就好了 包括陌生人 就像我们的KFC的 对 他跟他都没有缘的 没有缘分的 他就在车上吃KFC 那个女生就看到他 他就觉得 创造缘分啦 创造缘分 因为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吃素的人呢 他就觉得 吃素为大家好 他也好 各位也好 然后那个鸡也好 所以他的想法 就觉得 全部人应该是 受这么了解吃素 对 你应该做的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思想是好的 然后他要把这个思想 放在你的身上 框架在你身上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到他的 理想的东西 你就是变成 那个错的人 然后他就开始PUA你 然后他就会开始觉得 是不是你自己要反省一下 你自己有问题 你要反省一下 你这样子是错的 然后你莫名觉得 我不觉得是错 为什么现在变成是我的错 为什么是我的错 莫名其妙 这么每次都是我的错的 所以你就很纳闷 就 蛤 为什么要把你的框架 框在我身上 那你的框架的话 比如说啦 你的框架的话 是你的想法 你的value 你的觉得是对的东西 但是 真正来说的话 是真的对吗 没有对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世界上 现在因果哪里来呢 就是从这个心发出来的 所以你的心是一面禁止 所以你的一面禁止 你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做 你应该反射回你自己 而不是反射去给别人 然后控制别人 要跟你一样去做 那如果你做的东西是因果的话 你因果只会跟踪 那如果你做的东西是福报 你也不必要去控制别人跟你一起做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大家都安乐嘛 对不对 嗯 那其实这个想到什么呢 这个就讲到这个释迦摩尼佛 对 他修行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在这个树下传他的佛法 嗯 有两组人 一组就是跟着他会听他的佛法 对 另外一组就是他会来到释迦摩尼佛前面 坐在那边听他佛法 然后最后觉得 讲他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佛法 这个佛法有问题 然后把一大堆人带走 对 那释迦摩尼佛法会觉得 我也没有去逼你 听我的佛法 没有去逼你 说你一定要跟着我 对 你有自己的选择 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但是呢 每一个人 就不要去控制别人 那你控制别人是你的选择 但是人家不要被你控制 也是他的选择 所以没有必要因为你控制不到那个人而生气 也没有必要因为那个人要控制你 你要去放下自己来生气他 这样子是不是 所以啊 没有两个人的世界是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观众们今天有受益良多 然后可以去学习到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人际关系的因果来的 这个东西 这是因果的开始就是从这里来的 就是世界为着你绕 虽然这个宇宙只有一个 但是在这个地球上有十多亿的宇宙 对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中的 小宇宙爆发 对吗 包括 不要讲人啊 包括狗狗猫猫 对 宠物众生 他们有自己的宇宙 对吗 鸟啊 鱼啊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有他们自己的这个free will free will就是他们 可以有这个自由啊 他们有自由的想法 这样子 所以都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今天有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们即使把太阳对眼龙说 今天的影片也到这里结束啦 分享到这里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影片 不要忘记要去follow我们其他的平台哦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YouTube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一个YouTube Channel 每天晚上7点 紫时报复影片 每天晚上7点 紫时报复影片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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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